YouTube 是史上最妙的營銷方法,為什麼呢? 現在全世界大約有兩千多個 YouTubers 拍攝各式各樣 不同語言的影片,觀眾來自全球各地 呼聲不同,語言不同 拍片的人要自己找吸引的題材,表達方式,拍攝手法 無論是器材,外出取景,還是室內道具,都是自知自廢的 未達到 YouTube 的播放時數和觀眾觀看時數的時候 YouTube 是不會被廣告那位在 YouTuber 的頻道出現 換句話說,這段時間是無收入的 這段時間可能是數月甚至數年,都未必達到 YouTube 的要求 當 YouTuber 達標,影片中間有廣告,就有收入 但廣告費部分都被 YouTube 拿走 YouTube 只會撥部分給 YouTuber 因為全球有兩千多個 YouTubers 有些 YouTuber 還有多過一條頻道 拍不同類型的影片 每日 YouTube 都有大量不同類型的影片面世 免費提供給觀眾看,吸引廣告客戶放廣告 YouTube 只需要提供伺服器,而 YouTubers 就拍片吸引觀眾 那為什麼有這麼多 YouTubers 願意拍片放上 YouTube 呢? 1. YouTube 有大量不同類型的觀眾群體 你的影片無論什麼題材 只要吸引,都可能會吸引到某類觀眾 只要有足夠的觀眾,達標之後就有廣告收入 還有其他收入來源 而且,一條影片的觀看次數會隨時間累積 2. YouTube 免費提供影片儲存空間 無論你放多少影片上去都是免費的 這點吸引了一些想創業 或者喜歡自由職業但無足夠資金 或者不想投入大量資金的人 如果你覺得還有其他因素 歡迎留言分享你的意見 好了,這條影片到此為止 下星期再見 感謝你觀看此影片 與喜歡此影片 請免費訂閱、點讚、留言及傳閱 謝謝你